哈囉大家,有件事情應該很多人都有注意到,但是我都沒有明講,所以今天想說可以一次跟大家坦承這件事 那就是,我其實是Resting Bitch Face 的重度患者 對,平常這種對著鏡頭講話的影片可能比較看不出來,但是你如果是每個禮拜都有在追擊那棒直播的人的話呢 你就會發現我不講話的時候臉真的看起來非常的臭,非常的可怕 那就常常會有人問說寶妮是不是心情不好,或是寶妮是不是精神不好在放空 都不是,那就是我自然放鬆的臉,就是這樣 那剛好之前也有人在提問箱問說我會不會因為臉很臭而學生時期被排擠 其實不至於被排擠啦,但是在社交上真的是蠻容易出現障礙的 導致我就是朋友比較少一點 所以我今天就想要來分享幾個有Resting Bitch Face 的一個困擾 那如果跟我一樣困擾的人呢,就可以把這支影片分享給其他人 讓大家知道我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們真的其實都很善良 也都很好相處 首先就是常常會被誤會難相處這件事情 大家真的不要這樣齁,以貌取人 我覺得如果是遇到主動熱情的人那就還好 但是如果是進到一個其他人也都非常害羞的環境裡面的話呢 我就是會很容易變成落單的那一個 因為沒有人敢來跟我講話 就算來跟我講話也是一個畢恭畢敬 就是會很難去突破那一層冰 然後加上我自己也不是很熱情的類型 就是會變成這樣 常常下來就是會給人一種狠轉的錯覺 所以我出社會之後有一個做法 那就是遇到剛認識的人的時候 就是一直燦爛的笑 這樣即便你話很少人家也不會覺得你很難相處 所以我就像這樣子,像白癡一樣一直笑一直笑 因為平常面無表情的時候臉真的太臭了 所以一旦笑就會很容易被人家說 欸你笑起來很好看啊要多笑啊 我知道對方也只是一個善意的提醒啦 但是長期下來真的聽太多類似的話了 久了就會覺得有一點點煩 因為臉臭也不是我願意的 總之我最近已經有在盡量嘗試 不要給人第一印象看起來殺氣很重了 那你如果是最近認識我還是有被我嚇到的話呢 可以來跟我認你一個拍拍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這點應該是跟我一起工作過的同事 最可以體會到 因為我在認真工作的時候表情真的非常的可怕 我在寫稿的時候完全沒有任何人敢打斷我的內容 我周圍會有個殺氣很重的立場包圍著我 開會的時候也是 我可能只是很認真的想要發表一個想法 或是很認真在聽人家說話 也會常常被以為是在兇人 我真的沒有 只是聚精會神的時候 那個表情就是很難看起來柔和 表情不夠多就會很容易被人覺得好像有攻擊性 所以 欸 對 我最近已經有很努力在精進我的演繹 讓我表情多一點的 就是為要讓周圍的人都舒服一點 對 大概就是這樣 其實臉臭不至於帶給我太大的生活障礙 出社會之後就是有想到一套應對的方式 但是我現在反而是對比較熟的人會臉比較臭 話比較少 因為對熟的人比較可以做自己啦 所以就是你如果有被我臉臭到的話 你 恭喜你代表你跟我很熟喔